大家好,各位早晨 Netflix的Docu Series 一直都是不错的 不是出出都好看 但我觉得它的好看比例 比其他的电影高 他这一出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他的取材 他的题材是相当有趣的 我唯一的批评是他拍得太长 是Netflix的Docu Series 通病 Anyway 《American Nightmare》 他的故事就是 有一男一女 一个年轻的 男女朋友 他们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他们不是夫妻 有一晚说他们在家里睡觉 然后他们跟警察说 有一些贼佬入屋 然后就捉走了 那个女孩 夹走了 那男孩 就是喂一些药给他吃 就是安眠药 那类的 喂一些药给他吃 并且用潜水镜 一些涂黑了的潜水镜 就蒙着他的眼睛 然后就令他睡着了 然后他睡着了很久 然后到了第二天 他才醒醒 但是就因为 那个贼佬 又叫他不要报警 又恐吓他各方面 又说做了一个视频 就盯着你 对吧 我看到你报警 我对你女朋友不利 做那些东西 令到他很犹豫 然后拖延了好几个小时 才去报警 最终他就报警了 但是那些警察 就觉得这个人 他就好像很可疑 因为他说那个贼佬 就是怎么戴那些潜水镜 又说看到那个贼佬 穿了那些甲乃衣 潜水的甲乃衣 整件事好像很可疑 有点像是否出埃及记 那些这样的剧情 当一件事是离谱到 某一个地步的时候 就算你说真话的时候 都没人相信你 差不多是这样的状况 总之他说出来的那些口供 那些警察 反而怀疑他就是不信他 不断在插床 他就问究竟是不是 你夹了你女朋友 然后故事就继续发展下去 他有很多twist and turns 那个女生不见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究竟是谁夹她走 谁是坏人 是很难估计的 我和夫人一起看 我们看到第三集开始的时候 夫人都问我 你觉得这件事是怎么样的呢 我也觉得很难估计 他是很奇情 你作为一个局外人 你看着那些事件 这样摊开的时候 不断有些事发生 然后告诉你有什么发生 你实在是 真的不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 但是到最后 他有很圆满地告诉你 到底这件事是怎么样的 我只不过在说 你还没看到尾的时候 你还没看到第三集 你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认为这件事是一个乐趣 我觉得 我觉得他的取材是好 因为真的是一件歧视 我觉得是一个很神奇的事件 另外再遇上那些警察 那些FBI 他们的处理手法 有时候也是很奇怪的 令到这件事的可观性 多了一层类型 多了一个观想的角度 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那我唯一觉得 不太好 我觉得他不需要分三集 那我可能这个可能是 我不知道 可能就是那些 Netflix那些project 就是他这样organize 这个不是唯一一出 我有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Netflix有很多docu series 他的取材也很大 但是他拍得太长 有些拍四集 我觉得他不需要四集 这一出三集 我觉得他还可以再短一点 但是如果他再短一点 那就是两集 那两集 其实就是一出电影的长度 差不多 那他变成一出电影 可能他也不想拍电影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这一出东西 其实是一出电影 是完全没有问题 我相信是会更好看 但是也不错 也不错 但是当然 Netflix他有很多其他更好看的docu series 这一出都不是top 但是我觉得是中上 因为他选择的题材 选择得好 所以我给他的评分是 是私家 逐一逐陈 逐一逐陈 私家 OK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